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今天是美東時間的5月22號星期一 世界衛生組織21號在瑞士的日內瓦召開年度大會 但是22號大會仍然決定不邀請台灣參加大會的活動 引起各界關注的同時 台灣媒體爆出 是為會場的工作人員披露 這個決定是被中共控制的 譚德塞在之前的活動過程當中被當面問詢的時候 他的反應也引發了熱議 儘管這次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時候 台灣在防疫當中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 有12個友邦致函世衛秘書長譚德塞 30個國家的926名議員也聯名致函 強烈呼籲譚德塞讓台灣參與世衛大會 但是因為中共和巴基斯坦帶頭反對 世衛組織22號還是決定不邀請台灣參加5月21號到30號 在日內瓦舉行的世衛大會 根據雅虎新聞網的報導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在21號參加世衛大會舉辦的 為健康而走的遊行時碰巧遇到了台灣團 被問到是否支持台灣參與 譚德塞不斷地強調 這應該由會員國投票 所以你們應該和會員國對話 讓他們投票贊成 在被問到秘書長是有權邀請台灣 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衛大會時 譚德塞卻笑而不答 據台灣傳媒的披露 世衛大會因為中共當局的施壓 拒絕台灣記者入場 報導表示原本獲批採訪許可的台灣記者 幾週前在聯合國平臺遞交了申請 當時國籍的選項欄裡面沒有台灣 但他們在備註裡面已經標註是來自於台灣 最終燒正二和週三的時候收到了許可通知 直到大會召開的首日會議 記者到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領證時 在入口出事採訪許可之後仍然被拒絕入場 並被告知中共當局幾天前向世衛施壓 要求不再承認台灣地區的護照 入場時必須出示中國護照或台胞證 否則它會被開除 並在追問下承認需要向中共當局報告 台灣媒體中廣新聞報導 台灣衛生福利部長薛瑞源 在召開國際記者會時說 譚德塞有權邀請台灣 並不是必須由會員國投票 台灣在2009年成為世衛大會的觀察員 當時也沒有經過全體會員國的同意 而是世衛秘書長直接邀請 所以譚德塞所講的和實際情況有落差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釗燮對此回應說 這種說法跟我們全民的期待不符 世界衛生組織的宗旨就是讓所有國家的所有人民 能夠享有最高等的衛生服務 我們台灣2300萬人民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 是對我們不公的一件事情 對世界的衛生健康而言也是一大損失 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世衛拒絕台灣之後對記者說 這充分說明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 所謂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不容所謂的任何挑戰 但據一平新聞網的報導 雖然世界衛生大會在上午討論議程時 拒絕將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的 臨時動議排除了日程 但包括日本 英國 法國 捷克 加拿大等多國代表 仍然在大會發言 表態力挺台灣 資深媒體人龐忠表示 台灣在全球衛生領域具有良好的專長 在技術能力 民主治理和面對新冠疫情的韌性 強勁的經濟和資源 都可以為世衛大會的討論提供有益的信息 所以我們呼籲世衛組織要順應民意和歷史的潮流 早日讓台灣參與世衛 從另一角度來看 要擺脫中共的控制 改革世衛的結構 人員和機制也是在必行 近期 中共媒體再次報導疫情升溫的消息 22日 中共御用專家中南山 在2023大灣區科學論壇上演講表示 基於SIRS行業模型的預測 今年6月底 中國將會出現第二波疫情高峰 屆時每名傳染者可能感染30多人 5月底 疫情浪潮將達到4000萬次每週 6月底的感染量達到大約6500萬次每週 他還說 目前的防控戰略已經從預防感染調整為了預防重症 因此感染風險是很難避免的 稍早前 官方媒體也曾發布言論說 中國民眾的抗體有減弱的趨勢 對於目前流行的奧米克戎XBB變異株來說 國人抗體的保護作用較差 導致疫情反覆 在缺乏有效對抗疫情方式的情況下 中共疾控中心5月初停止了更新每週的統計數據 這也讓外界無法瞭解疫情的實際狀況 對此有網友就表示 希望這輪疫情不要影響到中考和高考 也有人說 有不少人已經第二次陽性和第三次陽性結束了 有的小孩身體不好 甲 瘤 新冠都中招 已經耽誤了不少課程 經過這些輪的疫情潮 看來以後無論做什麼 健康的好身體都是硬指標了 還有家長反映 現在孩子簡直不能在學校裡呆 那裡完全是集中的病毒區 全家只等著放假 這樣下去 每個月吃抗生素藥都把身體毀了 22日 上海市民趙先生告訴新唐人表示 目前北京的疫情可能更嚴重 習近平近期出去訪問 他都戴口罩了 就說明這個疫情是又來了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他就不會戴口罩的 日前 習近平前往河北雄安新區 隨後又到山西運城博物館考察 一眾官員都戴著口罩 這次西安中亞峰會上 雖然一些領導人沒有戴口罩 但是拿燈籠的侍女 舉番的男服務員等等 以及外賓都有戴著口罩 法國總統馬克龍首次訪問蒙古 以推動與該國的關鍵合作議程 21日 馬克龍出席了蒙古國 在頓巴托爾廣場舉行的招待會 廣場上有一尊大型的成吉斯汗紀念碑 與英雄人物 碩巴托爾的塑像 在烏蘭巴托 馬克龍出席了在成吉斯汗博物館舉行的國宴 該機構將把部分藏品借給法國的歷史博物館進行展覽 在這次出訪的期間 馬克龍就衛星 稀土礦產與烏克蘭戰爭等話題 與蒙古政府進行了討論 蒙古是夾在俄中之間 在前蘇聯時期按蘇聯的意願獨立出了中國 當時有許多煤炭 銅和關鍵的稀土礦產 近年來 作為阻止中共全球野心戰略的一部分 蒙古成為了美國等國家越來越感興趣的對象 在西方眼中 具有比以往更高的戰略重要性 艾利舍工的消息人士指出 法國正在尋求放鬆對俄國鄰國的限制 同時蒙古也正在尋求夥伴關係多樣化的機會 來增強國家實力 因此這次訪問具有特殊意義 蒙古可以成為歐洲供應鏈多樣化鏈條的一部分 以保證歐洲的能源主權 22日 媒體報導 俄國政府證實 對普京入侵烏克蘭持批評態度的一名俄國高官 在週末去世 俄國科學和高等教育部在一份聲明中說 46歲的科學副部長庫切聯科已經離世 他在前往古巴出差之後 乘坐飛機返回時 所謂的生病了 隨後航班在俄國南部緊急降落 但醫生沒能救回他 聲明還說 政府部門向庫切聯科的朋友和家人 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俄國媒體則宣稱 他的死因最初被認為與心臟病有關 但法醫檢查要等到24日才能進行 在庫切聯科離世之後 俄國獨立記者賽普21日發消息表示 去年 庫切聯科曾經在辦公室裡表達他的反對意見 他曾對賽普說 你無法想像我們國家的殘酷程度 一年之內 你甚至認不出俄羅斯 庫切聯科還告訴賽普說 他不可能像他一樣離開俄國 因為當局沒收了他的護照 而且在這次法西斯入侵之後 沒有哪個國家願意收留一位俄國副部長 這位記者還說 據他所知 庫切聯科生前服用少量的抗抑郁藥和鎮靜劑 但自我治療對他並沒有真正的幫助 庫切聯科在生前曾經形容 感覺很不好 因為他們都被扣為人質 除了這位副科學部長以外 此前已經有多位持反對意見的批評家 能源高管和軍方的官員突然離世 今年的2月份 一位批評普京戰略的軍事官員 西部軍區財務部的負責人楊基納 在聖彼得堡從16層樓墜落身亡 而在去年的12月份 能源巨頭俄國房地產大亨澤列諾夫 在法國拜訪朋友的時候 突然心臟出現了問題 摔下樓梯之後嗓聲 應邀正在台灣訪問的英國前首相特拉斯 19日會見了台灣總統蔡英文 她表示 台灣位於自由民主鬥爭的前線 西方必須強力捍衛 她呼籲西方國家以硬實力護臺 包括成立經濟北約來集結抗中力量 並強化與台灣的安全溝通 蔡英文在台灣總統府會見特拉斯時對她說 台灣和英國是志同道合的夥伴 我們正在共同努力促進世界各地的自由和民主 特拉斯則重申了她在這次形成早些時候的說法 也就是各國應該團結起來 組建一個經濟北約 一個聯合起來反對中共和其他專制政府的脅迫集團 中共經常在與其他國家外交爭端當中採取經濟報復措施 對澳洲、挪威、韓國等國實施懲罰性關稅和非正式禁運 特拉斯還告訴蔡英文 台灣已經取得的成果必須得到保護 國際社會和國際自由民主國家必須支持你們的努力 另一方面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上週的例行記者會批評聲稱 台灣民進黨當局花著台灣老百姓的納稅錢 討好這位英國歷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這絕非什麼愛台行徑而是在賣台 這種勾結外部勢力謀獨挑釁的企圖註定已失敗告終 那麼在這裡我們就以同理回覆它一下 中共政府花著中國老百姓的納稅錢打造奢侈的中國中亞峰會 還送260億討好中亞五國 這絕非愛國行為而是在賣國 這種勾結外部勢力謀求對抗民主國家霸凌他國的企圖註定已失敗告終 觀眾朋友您會怎麼回覆汪文斌呢 記得把您的答案寫在評論區部分 22日印度主辦的G20峰會 在克什米爾地區召開 20國集團的60多名代表參加了開幕儀式 中共代表沒有出現在這次G20會議的現場 根據印度媒體的報導 這次G20旅遊工作組會議 將傳播和平 進步和繁榮的信息 而旅遊業是主要的驅動力 印度方面表示當局一直在促進克什米爾的旅遊業 去年有超過100萬的公民訪問了克什米爾 而在G20會議召開之前 中共政府和非G20成員的巴基斯坦一起宣稱對會議進行抵制 巴基斯坦方面指控說 克什米爾一直在新德里和伊斯蘭堡之間存在爭議 法新社報導指出 自印度2019年修憲以來 克什米爾的叛亂分子已經基本被鎮壓 但是當地安保設施顯著升級 借助這次機會 中共當局還宣稱 印度的阿魯納切爾邦是它領土的一部分 因此拒絕出席這次G20會議 但印度的當局表示 在查默 克什米爾和拉達克舉辦G20活動是自然的 因為它們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期的國際風雲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